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6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近日 一对来自加州的华裔男女因涉嫌在纽约的几家CVS药店实施榨干里卡骗局而被捕 根据一份刑事起诉书 46岁的陈小霞和44岁的同伙有永登都来自加州蒙特利公园 他们于1月31日被捕 据称 官员们从被告那里收回了近400张总值超过5万元的离卡 同时被收缴的还包括两台盗毒器 三部手机 一台笔记本电脑 以及手套 棉签 胶水 直发器 外用酒精 婴儿湿巾和手指护具 刑事起诉书称 1月初 陈和游在史丹顿岛多家CVS作案盗毒礼品卡 并将他们摆回货架上意图欺骗顾客 随后 两人在没有购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离开药房 有永登据称向警方供述 每张卡我能拿到50分 我把它们放在礼品卡架上 我从礼品卡架上每拿一张礼卡就能获得50分 据介绍 这种骗局的原理是 骗子会扫描礼品卡上的条星码 在银色贴纸下面拿到安全码 之后他们把银色的贴纸贴回去 重新粘上卡片 然后把它放回商店的架子上 之后 骗徒会等待这些礼卡被激活 并被商家注入资金 当消费者购买礼卡并激活卡片时 骗徒会通过一个特殊软件收到提醒 一旦卡被激活 他们就会立即耗尽其中资金 警方还介绍称 在史丹顿岛发生的另一种礼品卡骗局中 犯罪者会使用带有假条星码的贴纸 并将其贴在真正的条星码上 当收音员使用扫描枪时 钱就会被转账到与假条星码相关联的账户 陈和游泄面临多项控罪 包括一千多项伪造罪及持有伪造文书罪 以及企图重大盗窃罪 诈骗阴谋及非法持有盗赌气罪 两人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并在非现金保释的情况下被释放 根据公开记录 他们将于3月14日重返刑事法庭 安省有很多法律 这九条明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违反了许多省内法律 包括驾驶速度过慢 超过铲雪车 养某些狗 驾车通过人行横道 在路上骑自行车等等 其中一些法律规定 如果被定罪 将被处以150元至1万元的高额罚款 甚至监禁 根据公路交通法 任何机动车不得在公路上慢速行驶 以免妨碍或阻塞交通的正常运行 但根据路面情况 为保证车辆安全行驶 而必须慢速行驶的情况除外 该法规定 任何人违反本条规定 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 可处以1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安省高速公路上超越铲雪车是违法的 在限速为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 且有标志车道的高速公路上 不得超越与另一辆铲雪车 编队行驶的铲雪车 根据公路交通法 任何人在驾驶机动车时 违反此规定均属违法 罚款金额从150元到1000元不等 在安大略省 饲养 出售和拥有某些狗是违法的 正如狗主责任法所述 任何人不得拥有斗牛犬 繁殖斗牛犬 通过出售 赠予或其他方式 转让斗牛犬 遗弃比特斗牛犬 但将其送往 由安大略省市政府 或指定机构运营 或代表其运营的收容所除外 允许其拥有的比特犬流浪 将比特犬进口到安省 违反狗主责任法或法规的任何规定或命令的个人均属犯罪 一经定罪 可被处以最高1万元的罚款 最长6个月的监禁 或两项并法 在安大略省 根据公路交通法的规定 不得驾驶前排或驾驶员座位上 有人或财务的机动车 这可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管理或控制 尽管吸烟是合法的 但在安省吸烟的地点还是有限制的 根据安大略无烟法不得在禁烟场所吸烟或手持点燃的烟草 吸烟或手持点燃的大麻 使用电子香烟或消费规定的产品或物质 这些禁烟场所包括 封闭的公共场所 封闭的工作场所 教育法所指的学校 私立学校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周围的场地 共管公寓、公寓楼或大学或学院宿舍的任何室内公共区域 包括电梯、走廊、车库、派对或娱乐室、洗衣设施、大堂、运动区等 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法案定义的儿童保育中心规定的场所或区域 或属于规定类别的场所或区域 根据公路交通法 禁止在人行横道上骑自行车 任何人不得在十字路口或由交通信号系统控制的十字路口以外的位置 骑车或操作自行车穿过人行横道或人行横道内的道路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情人节前夕 约会软件和网站上的活跃度会增加 你被骗的风险也会增加 越来越多的骗子在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工具来诱骗受害者给他们汇款 网络安全公司报告称 在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期间 约会应用遭受的机器人攻击增加了2087% 诈骗者会大规模部署机器人来注册新账户和虚假约会资料 如果成功 他们就会利用虚假的个人资料引诱毫无戒心的单身人士通过网络发展关系 并最终要求受害者汇款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数据 2022年近7万人表示他们成为了浪漫骗局的受害者 损失达13亿元 巴克兰银行的研究显示 51岁到60岁的人最容易上当受骗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哥斯沙尔克表示 最新技术可以让骗子变得更有说服力 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应用内或平台上的信息 以下是一些你可能在约会软件上碰到骗子的警告信号 过于正式或非对话性的信息 这表明骗子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信息 你可以通过将消息复制 并粘贴到在线生成AI检测工具中来检查这一点 信息不一致 有时虚假账户是由网络犯罪集团创建的 一份虚假的约会资料背后有两三个骗子 注意性格和语气的突然变化 奇怪的模式 如果和你交流的人告诉你他或他住在你所在的州 但在半夜给你发信息 这可能表明骗子在国外 不真实的照片 如果匹配的照片看起来像模特 这可能是网图 你可以通过将照片放入在线图像搜索工具来检查这一点 索要钱财 这是一个典型信号 表明你可能遭遇了浪漫骗局 周二 美国网约车公司LIFT股价盘后一度飙升67% 一瞬间引起了广泛关注 到底发生了什么令其股价如此大涨 令人没想到的是 导致这次的股价飙升的原因 竟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乌龙事件 原来LIFT公司财报中出现了比误 一个关键盈利指标多加了一个零 在最初错误的版本中 预测利润率将增长500个基点 即5% 后经更正将这一数字改为了50 即0.5% 目前 该公司已经在正式提交文件中 更正了这一错误 LIFT股价最初由于这次误会的 大部分涨幅随即跌回 但盘后交易中仍上涨约16% 尽管发生了大乌龙 LIFT第四季度和全年收益显示 该公司正在设法缩小亏损 LIFT公司报告称 第四季度净亏损为2630万美元 较2022年第四季度5.88亿美元的净亏损大幅改善 LIFT还将2023年净亏损从16亿美元减少至3.403亿美元 据CNBC报道 该公司预计第一季度的总预定量将达到36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的预期 LIFT在财报中表示 预计2024年将能够产生正的自由现金流 这对该公司来说还是第一次 这次的措资事件引来投资者和网友们的吐槽 One Bush证券分析师Dan Eves表示 对于LIFT来说这是一个惨痛时刻 一场史无前例的崩溃 他在华尔街工作了近25年 从未见过这样的错误 还有用户怀疑这次的乌龙事件是有意为之 网友留言道 说不是故意的话都不太可信 简单说 如果是不重要的地方 还有可能出错 如果这个指标能涨60% 说明很重要 很多人会关注 自己难道看不出来吗 矛盾 倒像是为了把股价搞上去的盘外招 对于这次的乌龙事件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